国产工业电影崛起的里程碑之作一定有《流浪地球》的位置 《流浪地球》打开了国产电影《通向世界》的科幻大门 也让影迷对国产大片有了更多的期待 而除了目前还遥遥无期的《流浪地球3》之后 《风神》三部曲已经是眼下配置最值得期待的工业大片 据悉,电影《风神》第一部已经确定在7月20日上映 这部筹备多年,早在14年就已经启动的项目 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了 虽然《风神》第一部还未正式上映 但故事、IT、制作水准以及演员阵容 都让影迷摩拳擦掌 就等着走进电影院一睹导演乌尔善的实力 当然,除了黄渤、费祥、李雪剑、圆泉等等实力大咖之外 《风神》第一部还会有很多新面孔和观众见面 饰演妲己的演员就一度引发关注 妲己这个经典的荧幕角色被塑造过很多版 1990年老版的《风神榜》里 副一尾塑造的妲己妩媚经验,堪称一绝 而此后,也有很多演员挑战妲己一角 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TVB版的《风神榜》中 温碧侠眼神迷离,风情万种 而《风神英雄榜》中 张欣宇演绎的打解虽然不算精彩 但一样气质突出 相比于说得过去的成功塑造 国产影视剧里翻车的打解案例更多 哪怕是林心如、阿娇这样的美人 都没能超越经典 正是因为朱玉在前 所以《风神》第一部的打解选角 更让影迷担忧 或许片方也深知观众对打解一角的执着 所以电影《风神》第一部 前期的预告片里只有打解的背影 并没有打解的正脸 当观众得知饰演打解的演员纳然 是一位混血时不看好的舆论声量愈演愈烈 纳然本身是中俄混血 模特出身 此前还参演过周杰伦的MV 但是从生活照以及MV里的亮相来看 纳然身上没有太多狐媚美艳的气质 她五官立体 面部折叠度极高 抑郁感十足 出现在古典神话里 更是格格不入 关键是 纳然本身的表演经验并不丰富 演戏对她来说就是全新的领域 她气质长相上的出入 或许有演技的加持还能说得过去 但非专业班底出身的条件 也确实让观众很难对她抱有期待 只是还没等心打几旋角失败的讨论发酵起来 《风神》第一部 放出了最新的预告片 并且成功说服了观众 了解乌尔善导演的网友 对她作品里的女性角色一定不陌生 她有发现美的眼睛 不仅能在旋角时找到最贴合角色的演员 还能用镜头放大演员的美貌和气质 拍出让观众挪不开眼的美人 《寻龙觉》里的杨颖 画皮里的赵薇和周迅 都是观众不得不服的大荧幕 美人天花板 而在《风神》第一部的预告里 纳然也同样令人惊艳 装造方面 纳然的造型选择了最简约大方的路线 披散着的秀发 飘逸感十足的红衣 或许是因为纳然本身的美貌 就很立体美艳 所以她脸上的妆容都略显简单 没有过多的妆点 只是把她纯粹的美貌放在了镜头前 这么简单的服饰 造型并没有让打几遍的朴素 相反纳然的眼里流露出的 是狐狸般勾魂射魄的媚态 眼神看似无情空洞 但却直勾勾地暗藏妖气 尤其是打几被包裹起来的镜头中 俯视的角度让她更显柔弱和楚楚可怜 至少在打几的外形上 纳然的皮相和骨相都让人挑不出瑕疵 而更重要的是 观众在一边感慨美绝人寰 上一次这么惊艳 我还是王祖贤的时候 纳然已经用狐狸一样的姿态 在预告中展现了自己的塑造力 预告里有好几场戏 都是打几和咒王的同框片段 在这几场戏里 纳然把女性的第二性征展现地淋漓尽致 舞蹈时 她柔软又娇美 腰肢纤细 身形瘦长 一举一动都像狐狸一般灵巧 在和咒王发生肢体接触的片段中 纳然把瘦的感觉演到了极致 小心翼翼地套近 吐出舌头 像狐狸舔毛一样 轻触男演员的胸膛 这些受感十足的小动作 更把打几身上的狐媚 演出了生动的感觉 当然 要说预告里最抓人的一场戏 还是咒王和打几沐浴的片段 在这场戏里 费翔饰演的咒王纹丝不动 粗广的毛发和宽广的臂膀 直接和身材娇小的纳然 形成了强烈的体型差 而此刻的奈然 就绕在咒王的周身 他骨节分明 心细娇嫩的手指搭在 费翔青筋抱起的小麦色肌肤上 极致的对比 就这样呈现出了极致的性张力 这般欲出新高度的角色塑造 不仅依赖于画面尺度 还多亏了演员之间的碰撞 以及现场灯光不仅的氛围渲染 关键是 纳然的表现不仅分寸感十足 还收放自如 这一秒的他眼里 是勾魂射魄的爱意 明目张胆的野心 而下一秒的他 便娇滴滴地躲在男演员的身后 眼里的狐媚 变成了兔子般的警觉和单纯 这眼神间的转换 将角色的既有纯真 又有妖气的一面 展现得直击观众内心 不得不说 乌尔善不仅很会选角 还很会挖掘女演员的潜力 对比周杰伦MV17的那人 电影《风神第一部》中的他 根本就是大便活人 立体抑郁的五官 不仅一点都不突兀 还和费翔来了一个高度适配 让观众分分钟上头 当然 电影的成败并非一个小角色能决定的 打几是《风神第一部》的一大看点 但电影能否刷新奇换片的口碑 狂懒票房 再度证明国产工业大片的实力 还得看剧情节奏的水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风神第一部》的剧本打磨到位了 电影里的主要角色就能稳定发挥 绝不翻车 最后 你是否认可纳然版的打击 最期待哪位演员的塑造